代表你的為何要求 那接著我們就要去問 什麼叫做 adulthood adulthood具備了什麼 是青少年沒有具備的 你覺得你要做一個成人 應該具備什麼 我先來問 你覺得你自己是成人嗎 不要擔心 現代我們等一下會說 另外有別的字 來代表你們這個階段 你不想 現在還不想當成人 沒有關係的 那你覺得真正的成人會需要 是什麼樣子才叫做成人 就有兩個 然後第一個是 就是建立一個同盛性的 就是對自我認同 因為剛剛前面就是有審視這邊的話 就可能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父母可能沒有要給他多少價值款 但他對於他自己的內造價值關係 都還沒有建立 所以說在有招呼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同盛性 然後他可以讓自己產生 然後屬於自己的價值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自責的部分 就是就像前面講 他有對於自己的認同之後 他才有辦法就是 建立他對於這個世界的前期 那這樣子的話也會讓他的自責 有相較於 和老神之間有更好的表現 我覺得就你對自己的成人的理想來說 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 但是就心理學家的角度來說 我不知道怎麼測量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define 一個人是有自尊 然後有同整性的自我的概念 其實我們在科學上 是沒辦法做這些測量的 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人的理想 作為人生的那個 那個往前走的一個 calling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好那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性 我們怎麼樣去定義成人 腦發展的完全成熟 什麼叫做完全成熟 是說退化的開始嗎 那是不是退化到一個程度之後 我就不能叫成人了 比如說我 像我這個年紀 其實我的功能已經不太好了 我是不是就不能算成人了 自己養活自己 這個活著很重要 就是可以把自己養活 應該說不只是自己養活自己 而且可以把自己養活 很好 這是很現實的事情 我們每一個人當成人 我們都必須要學會自己 就是要有能力自己養活自己 還有呢 十八歲 法律上 十八歲 還有呢 好多隻手 來一個一個來 犯錯的包容性 犯錯的包容性 社會對於他犯錯的包容性 比較小 對不對 社會對犯錯的包容性 比較小 所以呢 我們這樣講好了 他是self responsible 他再出事 我們不會找爸媽了 對不對 就是說他必須self responsible 他做什麼事情 要自己做事 自己擔當 這些東西 就是說 腦發展的話 如果你要從腦發展的角度 去講的話 其實很困難 因為基本上如果那個角度 他真的 小妹我已經不是成人了 因為就是 我的功能已經退化了 那真正的定義呢 其實就是這樣子 他是要 self sufficient 意思就是說你要經濟獨立 你可以自己養活自己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self responsible 就是你要能夠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然後你不是說什麼事情發生了以後 別人可以幫你去負責任 而且呢 你就是你有 獨立思考是重要的 就是decision making self decision making 也是重要的 所以我想我們就是有這三點 那 如果說你要把這件事情 self sufficient 講得更清楚的話 那我們會說 他是一個 看起來是可以持久的 permanent 而且是full time job 有人也會這樣子定義 就是說你要有一個 permanent full time job 然後你要self sufficient 你要self responsible 然後可以獨立思考 什麼等等 我們才會真的叫做成人 但是呢 說老實話 這件事情非常的吊詭 這個世界已經改變了 我們現在都知道什麼叫做斜槓人生 對不對 有些人就是靠斜槓人生活的 然後他也現在變成了一個被容許的形式 因為社會上太多的工作 已經不是需要一個permanent job 一個full time job 才能夠解決的事情 因為他的自動化的太快 所以就造成說 其實你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一個 一個permanent full time job 去做這件事情 你可能有好幾個part time job 然後他也是照樣可以self sufficient 所以過去對於成人的定義 已經不一樣了